大家好,我是老默 今天做的是火烧膜 咱们究竟怎样和面 才能做的外面更脆 然后整体形状更好 分享一下技巧 先说一下材料以及和面 咱们这里准备的是中筋粉180克 尽量不要用高筋粉,它容易裂 然后酵母准备2克 酵母量不能再多,2克就好 然后糖呢,加个2克,3克都可以 然后还需要加上盐,做个调味 咱们在调味的时候呢,一定不能让它太咸 然后加上5香粉或者是13香都OK 这个味儿只要能吃出淡淡的咸味就可以 这样咱们后面就有更多的吃法 然后加水,大家需要注意 这个水量呢,不需要太多 180克面,咱们放75克水就OK了 稍微偏硬一点,比较好 只是在加水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完全搅成面絮 水搅匀,然后和成团也比较容易 面团和好之后,咱们揉的比较光 而且有一定的弹性 像这样就是OK的 接着就包起来发面了 发面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温度 尽量别太高,别让它发得太快 面发好之后,它整体的手感会变得稍微软一点 然后咱们撒上干粉来揉面 在揉面的时候呢,尽量给它揉的稍微细致一点 只要记住一条,咱们揉好的面团 就像咱们第一开始和好面揉的那个状态就OK 因为面团到那个状态之后,它这个面筋网络形成的更好 而且弹性比较足,吃起来自然会更筋道 假如咱们力道不够的话,也可以用擀面杖擀 擀成这样的大片,然后从一头给它卷起来 这样擀一下呢,更容易把里面的气排空 然后咱们卷的时候,记得给它卷得稍微紧一点 避免里面再次加气 卷好的这个面呢,咱们还需要再擀一下 主要是把它里面的气再次压出来 面压平之后,只要方便卷就行了 不需要压得特别薄 到最后这一点呢,要留住 咱们需要给它擀平,稍微擀得薄一点 这样做好之后呢,它没有结痕 它效果会好一点 如果说太厚的话,咱们做好之后呢 很容易做裂 稍微擀薄一点,像这样 给它稍微斜一点,给它包住 然后这样按下去 这样技能让里面不加气 而且咱们做好之后呢 表面也会更平,不裂 下来就是擀柄 像咱们平常一样的擀法就行 只需要保证厚度是一致的 这个厚度呢,大概在一公分就OK了 不需要太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大概一公分 稍微多一点 咱们也可以薄一点 这个没所谓 然后上面刷上水 刷的时候呢,把表面刷出粘性 接着撒上熟的白芝麻 芝麻的时候一丝一丝就行 不需要撒的特别多 撒好以后,像这样拍一下 咱们做好之后,它不容易掉 拍得紧实一点 甜面全部完成 咱们后面还需要再次醒发 这次时间呢,是15分钟 这个期间咱们把烤箱预热 上火200 下火200 10分钟 这个咱们放了15分钟之后 取出来大家可以看 它已经变胖了 然后在做之前 咱们在中间戳上几个洞 防止它就鼓包 放到烤箱里之后 还是同样的温度 上下都是200 烤的时间18分钟 烤好以后 直接取出来 就是这样 外面这一层是比较硬的 因为刚拿出来嘛 它水分比较少 所以偏硬一点 咱们稍微放一放 它就会软脆 然后另外一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 金黄的 切开之后 里面是非常蓬松的一个状态 喜欢的朋友 可以在家里面简单试一下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